哇,在我们这里每次看到这种蓝天都要惊叹一番 因为我们这里很少能够见到这样的蓝天 哪怕是这样灰蒙蒙的蓝天 也觉得真的是哇,好蓝好蓝好蓝了 哎呀,我头好昏 天气真的好赞啊 在阴雨了这么多天之后 天气终于开始放晴了 而且有这么好看的蓝天 就是现在我的车上有点 玻璃上有点脏 不然的话看出来更加漂亮 我刚刚特意跑了一趟这个快递的自体点 因为它的快递今天还没有给我送过来 但是我自己跑过来取了一下 其实本来今天我是想出去拍延时摄影的 但是在买APP的时候折腾了整整一个上午 并且把我的相机的所有设置全部都还原了 才最终搞好 所以说上午没有时间出去延时摄影了 但是你可以看到我现在连开箱的地方都没有 所以说这个就是我的开箱台了 首先我们把它切开看看有什么好东西 这个地方算是碰坏了吗 盒子都已经打开了 但是并不影响 因为我们今天开箱的东西其实挺普通的 所以说也没有关系 然后从这个胶带 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这是一个GAMESER GAMESER是什么东西呢 它附送了一个袋子 我还以为是薯白店 然后这是一个夹子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本体 对 就是小机的有限的游戏手柄 为什么买有限的呢 两个原因 第一我穷啊 无限的比较贵 第二个 无限的无论如何都会有一定的延迟 只是高和低而已 至少目前的技术做不到很低的延迟 所以我们买了一个有限的 它的延迟可以做得很低很低 然后这里有一个开封口 但是我发现这里可以直接打开 所以说就算在路上被替换了 也是不知道的对吧 然后我们的箱子 就掉出什么东西来了 包装还真是很简陋 我们先把东西拿出来 好了 里面什么都没有了 然后这里有一个注意事项 反过来是一个保修卡 然后这里还有一份说明书 但是以我的性格 我是不会看的 我喜欢自己研究 然后这个就是今天的主体了 一个手柄 而且它的线竟然是micro USB接口 而不是我们平常用的USB接口 因为这里有一个转接线 它可以转接成普通的USB接口 可以在你的电视盒上 你的电脑上 或者PS3上等地方使用 手柄还挺沉的 E2 L1 L2 然后一些设定按钮 摇杆 好像还可以吧 但是这个线比较短 刚刚好符合我的想法 哦 这里有一个很人性化的设置 这个接口下面有一个 有一个小凸起来的槽 而在这个转接线上 有一个凹进去的槽 这样你就不用担心会接错了 插上去之后刚刚好 如果不说你都不会发现 这个地方竟然有一个转接线 但是我买这个呢 两个目的 第一个是在手机上使用 第二个是在电视盒上使用 在电脑上的时候 我更多的会使用一个键盘来玩游戏 然后除了刚刚的主体 这里有第二个是一个夹子 同样它有一个说明书 但是同样我不会去看它 这个夹子要怎么使用 哦 下面有一个掰开的位置 我们把它掰开看一下 难道是压一下 哦 果然 下面的这个接口不是往外掰的 而是按一下 它就打开了 让我们把它接到这个手柄上 哦 这个线是从下面走过去的 不是从这 从下面 这个背部还有一个孔 它的接线是从背部这里出去 然后就可以严丝盒缝的卡在这个手柄上面了 这个设计还挺不错的 然后这是一个可以延长的安装手机的一个位置 让我找一台手机过来 好就它吧 好吧 好吧 现在有个问题 我需要把这个手机壳拆掉才能装上去 诶 也许不用 谁能告诉我怎么才能把这个固定紧 哦 这里有两个旋转的位置 可以把它拧紧 它就不会掉下去了 然后让我们把这个线接上去 在接上去的时候所有的灯它就亮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ABXY还有这些按钮 虽然暂时我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用的 但是让我们打开游戏来玩一下 可以看到玩游戏还是很流畅的玩PSP的游戏 而且这个手柄的话我不知道是设定还是什么问题 它有一个好用的东西 就是可以加速 好我们换一个游戏来玩 它除了可以玩刚刚玩的模拟的PSP游戏 我们还可以玩各种像FC游戏 可以接机游戏全部都可以玩 比如说这里有一个混斗罗 可以看到玩得非常的流畅 还有接机游戏 我们找找有什么接机游戏 我们找找有什么接机游戏 除了可以在手机上玩 我们还可以在电脑上玩 同样我们也是找到小机模拟器 这里要注意一点 我们在这个设置里面 要把它设定为游戏手柄模式才可以 然后我的游戏随便找一个 这里松鼠大战 这个是什么游戏还可以跳的 包括稍微复杂一点的接机游戏 这里也是可以玩的 还有PSP游戏 包括PSP游戏 这个上面都可以玩 包括一些掌机游戏 全部都可以玩 可以操作还是非常非常理念的 我们随机吧 张飞 这个按钮有点问题 这个是跳 这个是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在上面设置一下 什么 显示器不够大 没事 我们还有电视机 我们可以直接用这个控制电视机 上面的选项 我们同样还是用小米 小机 模拟器 我的游戏 这是一个PSP的游戏 我们来试一下 今天在这城市里作为出租车司机 将走上全新的人生道路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速度还是比较快 啊 这儿有第一个乘客 好的 也就是说这个遥控器可以在手机上 在电脑上 还有在我的电视上都可以玩 现在很多这种手机游戏一打开就是充值等待做任务 然后可玩性真的很少 所以为什么买个这个手柄呢 因为以前很多老游戏真的很精玩的 虽然说很简单 但是很有挑战性 太多太多太多的老游戏 如果不玩现在手机上这些安卓的新游戏的话 以前的老游戏真的可以让你玩好几年你都玩不玩 然而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 也不会天天去玩游戏 也只是偶尔玩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就考虑到它的便携性了 它的便携性就像这样 我们把它收起来 好 然后装在袋子里 就可以了 随时随地可以放在你的小包里 车里或者说你的床头 任何一个地方 当你想完的时候 只要像这样把它打开 1 2 3 就可以开始玩了 好无聊 当时我买这一根有线版本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它不需要额外的去充电啊 这些东西 只要把它往手机上一接 这个灯就亮了 就可以开始使用了 总之我觉得这个小机的手柄 这个是小机的手柄 G3 GAMESER 然后配上它自己的那款软件小机模拟器 不管是在手机上 电脑上还是电视上 我觉得玩起来都还是挺爽的 主要是像我们这种情怀党吧 偶尔玩一玩很老很老的游戏 虽然很简单 但是很耐玩的游戏 真的很棒 当然了 我刚刚说的那些游戏 可能现在的00后 10后可能真的都没有接触过 因为毕竟这些游戏比他们的年纪还要大 像我是属于80后 可能就会有很深的印象 像我们小的时候一个小霸王学习机 那简直是用来 学习 不 玩游戏的好东西 但是我们肯定会跟家长说 其实我想要学习 但是买过来的目的就是和小伙伴玩游戏 其实现在的90后00后甚至10后 他们直接拿出来的就是平板 TV game XBOX PS4 我们那个时候哪有这些东西啊 一个简单的红白机 就可以让我们爽快的度过一整个夏天 那种感觉你是想象不到的 超级马力或者说一个暴力摩托 冒险岛就可以一整个夏天来回的玩 而玩到后面像机器人大战 这种可以存档的游戏更是令人着迷 虽然画面很简单 一个游戏可能只有几十KB的容量 但是真的可以陪伴我们度过整个童年 就这样了 这一期的评测就到这里结束 其实压根就不算评测吧 就是把它开箱然后随便玩了一下 但是之后呢 我会用这个手柄配合小机模拟器 去录制很多很多我们小时候玩的游戏 然后把它放出来 当然你如果没有玩过 你一定不会有兴趣 但是如果你像我一样是这样中年大叔的话 你一定会有共鸣感